這個部分不太OK的話 第一個你至少要找到雲端白板的第四個單元 第四個單元我們這邊也叫製作圖表 OK製作圖表 應該知道雲端白板在哪裡吧 首先當然我們前面做過幾個題目 就是把各個分店的銷售狀況 把它繪製成兩個圖表 這兩個圖表分別的意思都不一樣 一個是直條圖 直條圖的好處就可以直接看到那個數量的高低 那圓形圖的話比較可以看出這整體的比例是多少 所以不同的圖有不同的呈現的方式的重點 所以將來你要給我看到的東西 盡量還是要用對的圖形 甚至如果你給的 第一個 資料當然越複雜越多的話表示你越用心 可以看 第二個的話 圖形的話你也可以不只是圓形圖 圓形圖或直條圖 或者是組合圖 如果你可以用別的圖的話 相對的話你也是更認真 OK所以如果你要拿高一點的分數的話 那也許你自行再去變化 除了直條圖 跟圓形圖之外 其實好像有折線圖 對不對 甚至還有什麼雷達圖 甚至還有其他的這種圖形 你也許可以 試著去把它變化一下 所以如果 我 我會給高分的話 第一個 就是說你會在資料上面 用心 就是找多一點的資料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在 呈現方式的多樣性 可以 不一定只是 像我上課講的 你可以自己再做個變化 OK 所以這個做完之後 當然前面我們做 有步驟 那我有把 這個整個程式的過程 先錄製去期 再修改的步驟放在這上面 所以請各位 就是你再把它 看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做出來的結果 就不外乎 先把這個資料放在這邊 我是把它放在B2 這個範圍 然後直條圖這個按鈕按下去之後的話 他就把直條圖繪製出來 圓形圖就把圓形圖繪製出來 有沒有 就這樣 把圖刪掉 這個部分的話呢 在雲端上面都有答案 將來我是希望說 最好是什麼 你可以按第一個按鈕 是什麼圖 第二個 甚至第三個 甚至第四個 多幾個 大概是最好的 或者甚至你 不用啦 你按一個按鈕 四個一起出來 也沒關係啦 OK 反正呢 這個部分的話 要怎麼去show 那你有點像 你要跟人家做一個說明的時候 那你可以一個兩個三個 慢慢跟他做說明 這樣感覺的話呢 會 比較能夠具體的 說出一點 這個內容 不然的話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 我們是用感覺的 感覺哪邊 治安不好 感覺哪邊 交通事故比較多 但問題是你感覺不準 最重要還是要拿出 這個數據來 所以 這個第一個 至於這個直條圖 跟這個 圓形圖怎麼做 這個我想前面 課程都有講 所以呢 請各位回去 再把這邊稍微做個重點回顧一下 另外上面的標題字的大小 顏色也可以變更 不要都一樣 不要 都18 然後呢 都那個紅色 請你把它變動一下 OK 這都沒有關係 另外的話呢 我們後面其實 除了直條圖跟圓形圖之外 底下都有講 刪除圖這個也有 然後 還有講到有關組合圖的 組合圖部分的話怎麼做 其實前面呢 也有講到 其實就是今天講的重點 也就是說呢 台北的部分 資料來自於那個 中央氣象區 然後製作圖表 另外的話呢 就是把它變成高雄 所以 另外一個部分的重點 就今天的 所以今天的 這個 作業部分的話 就是主要是 幫我把那個 台北跟高雄 高雄的部分 把它做出來 所以 本來是有台北的部分 把高雄的也給做出來 兩個做比較 所以第一個按鈕的話 就是把台北部分顯示出來 OK 就這樣 上面的話 當然一樣有標題 高雄部分 是把 台北部分的資料 把它 複製 做個修改 那改的部分的話呢 其實 我剛剛也有把它貼到雲端上 在第10頁的地方 在這裡 其實有改哪個地方 貼過來之後的話 改的就是黃色的地方 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其實五個地方改完 其實就OK了 然後把這個地方改出高雄的 甚至啦 後面你也可以 甚至可以做出其他縣市 比如說台東 然後 台中 等等 反正各個縣市 也許多做幾個 圖可以把它刪掉 大致上 大概就這樣子 OK OK 好 那最後的話 剩下時間的話 給各位 把這個 所以今天的作業 請你把那個 台北 跟高雄 所以上個禮拜是台北 今天的話是把 台北部分 再變成高雄 然後一樣有一個刪除 圖部分 OK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今天我已經做了 對